因為你之前常常逗小孩嘛 你覺得一般的小孩跟家母的小孩 有沒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看到我也是就會害羞 包括我姐的小朋友 所以但我每次都覺得 我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很像同學 他們常常會出一些古靈精怪的問題 我會回答不出來 然後我回家之後我都會覺得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師這樣子 所以小朋友有時候的力量是蠻大的 那我不喜歡用大人的規範告訴他說 你不可以怎麼樣 對 我覺得 應該要讓他們的 知道 犯錯 然後 再學習的那一種機會 你們會怎麼用自己的 就是學習的過日去 學習的想法 如果我有相同經驗的話 我就會用我的故事去跟他溝通 所以 當楊導說 他覺得 他要他的小朋友 學會說故事的能力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每個人都喜歡聽故事 看電影 看小說 故事當中都會有一個 驅動你去做某些事情的動力 對 所以如果我有跟他相同的 比如說學習英文 學習舞蹈 或是烘焙的樂趣跟挫敗感 我就會分享給他們 那剛剛看小朋友跳你呢 所以自己的新專輯準備怎麼樣 還是你的名字 我剛剛本來想說不要再問我 哈哈哈哈 好久喔 得不到啊 我也很 我真的 有在逼我昨天真的傳簡訊給我經紀人說 我們可以在什麼時間完成嗎 對 我們都是說 我們祈禱上天可以 所以現在是百分之幾十了 卡在哪 錄完了嗎 還沒有 我們錄一半 最近這個月有點卡住 對 那所以 雖然你生日有收到四個蛋糕 有一個是你做的嗎 還是有 沒有 因為他在新加坡 我送不過去 對 我只能搖住他生日快樂 對 那三哥的話 你是不是有做蛋糕 喔 就因為公司同事 有跟我們 皇后陛下訂蛋糕 對 但不是我親手操刀的 但是 對 好了 我們差不多了 所以三哥禮開會 跟那個新專輯有影響 我其實還不知道他要去哪裡 所以 如果他願意支持我的新專輯 我也很樂意 好 謝謝